随着科技的进步 很多工作渐渐被电脑或者是机器所取代了 因应新时代的来临 相信大家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五谷区新真理日前和台北大学合作 举办了数位职能讨论会 在台北大学社会学系的引导下 五谷区新真理民们热烈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场由新真理和台北大学合办的数位职能讨论会 希望带给理民一些启发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世界公民咖啡馆的方式 让整个社区民众对整个科技 新时代的科技带给 现在生活的一个便利性 跟未来劳动的一个转型这个部分 也把这样子的讨论方式 更加的一个生活化 让社区民众甚至于长辈 不会觉得科技是很陌生很遥远的 可能就是融入在整个生活的每一天当中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智慧型手机 带给他们现在目前相当多的一个便利性 随着科技的进步 有越来越多的工作被电脑和机器取代 如何顺应这一股转型的浪潮 主办单位希望会整大家的意见 提供政府拟定更好的政策 今天这个是数位职能的讨论会 那么我们这个计划是由行政院科会办所主办 然后由我们台北大学来负责执行 那么我们是希望在全台湾举办60场的讨论会 就是希望在科技政策制定的方面 可以纳入民众的声音 讨论会以分组的方式进行 希望可以激荡出不一样的想法 最后还邀请每一组上台报告 让大家可以互相交流观摩 听听其他组的意见 记者沈重林景瑜五股采访报道